夜空晴朗一轮圆月挂在天空 此时在夜空中突然划过一个黑影 别担心这并不一定是蝙蝠侠 而更有可能是一架B-2幽灵隐身轰炸机 这种无为非意识布局的隐身轰炸机 让它的飞行姿态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夜空下的超级蝙蝠 而在23年11月10日之后 夜空下的超级蝙蝠就将会逐渐被它的继任者B-2一突袭者取代 那么B-2究竟为何会淘汰 新继任的B-2一到底有何本事 今天的节目火力军带您一起探秘 在我们聊到B-2一的继任之前 就不得不讨论一下到底为什么B-2会被淘汰 要知道在B-2被研发出来 一直到今天的30余年间 它一直都是科幻和高精尖的代名词 它的最大任务就是从阿拉斯加或者欧洲出发 通过自身卓越的隐身性能 悄悄避开苏联的雷达侦测网络和国土防空军的拦截 深入苏联腹地 对其洲级导弹机动发射车和洲际导弹列车进行猎杀 以消除核战争下苏联的核打击能力 同时它也是美国空军重要的核反击力量 在核战争已经爆发的情况下 它可以深入苏联国土 朝苏军重要目标投掷核弹或者发射核巡航导弹 为后续反击开辟通道 可以说B-2是冷战的热核战争可能下 所催生的一种终极飞行器 为了达到可以深入苏联腹地这一目的 它的一切都是为了隐身所服务的 无尾飞翼布局可以让其正面和侧面的雷达反射面积 比起这个时代正在服役的战斗机 比如S-27或者F-15来说 小了几个数量级 即使相比起今天的隐身五代机来说 其雷达隐身性能依然可圈可点 当B-2起飞执行战备值班时 就是向对手最好的威慑 那么美军究竟为何要淘汰一架 这样先进的轰炸机呢 其实B-2虽然在外表上光鲜亮丽 但是其依然有许多缺陷 老生常谈的话题之一 就是B-2的隐身涂层极其娇贵 不但在机场必须住恒温恒湿的空调机库 它每次飞行回来 还得人工重新修补隐身涂料的破损 一来一回花了不少银子 当然对于美国空军来说 这些银子算是小钱 真正要命的是B-2的另一处短板 那就是可升级性太差 因为B-2是一架上世纪80年代的轰炸机 在那个年代 设计师们并没有为航空器预留升级余地的概念 因为所有的武器都是用来对付苏联的中级武器 F22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它的通信系统是专用的IFDL数据链 为了在空战中对抗苏军的电子干扰 它的数据传输时刻处于高度加密状态 甚至和北约自己的Link-16数据链也不通用 结果到了苏联解体后 美军想将F22和F15、F16等编队 才发现数据链不通用的问题 只好再次开发Tilerhead吊舱 让担任通讯员任务的F15加挂吊舱 把自己伪装成一架F22 才能让F22的IFDL数据链传输的信息 被使用Link-16数据链的飞机所理解 而B2也是这样 最开始设计B2时 其用途非常单一 那就是向苏联扔核弹 但是在苏联解体后 B2空有先进隐身性能 但是却无法执行多样化任务 比如说它自身就不具备防区外弹药投放能力 在使用了1.8亿美元升级后 虽然获得了名义上的防区外打击能力 但是这个弹药却是亚音速 并且射程早已落后时代的 AGM-158GASSM联合空对地对峙导弹 并且还是基础型 在现代防空网内 亚音速的AGM-158的基础型突放能力极差 几乎等同于飞行的导弹把镖 如果想要发射增程的158B 即GASSM-1R 那就要再次重新进行升级 对于越来越先进的反隐身雷达 和可以突破预警机防御圈的五代机来说 想要让B2继续冷战老本行 跑到目标头上凌空投弹 显然是送死行为 而想要让战机进入AGM-158的射程内 对于B2来说也是困难重重 炸弹能不能丢下去 霍利君不知道 但是如果要执行这种自杀任务 B2轰炸机的飞行员们恐怕是要集体滑变了 所以说B2虽然目前依然先进 但是因为没有升级空间 所以他的淘汰是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命中注定的事情 在B2-1突袭者首飞后 伴随着他终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随之而来的一些讨论 火力君在论坛和X上经常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将B2-1称之为小号B2 我们从美国空军杂志披露出来的一些数据来看 B2-1确实是比B2小了一号 但是并不能以外形和大小 就说B2-1是小号的B2 因为这二者需要执行的任务是完全不同的 在B2身上 威洛克已从阿拉斯加突袭俄罗斯西伯利亚腹地 设计师们为他设计了内游5000公里的作战半径 众所周知 想要让一架飞机飞得远 就需要带更多的燃油 燃油一多 飞机就不可避免加大 飞机加大 设计难度和成本就会飞涨 这样最终导致了采购价格的涨价 以及购买量的减少 最终该型飞机的机队战斗力维持就会非常困难 因为在只买了几十架的基础上 一旦其中一架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那么整个击溃的战斗力就要大折扣 这就是B2的困境 所以在不需要突袭西伯利亚的情况下 更少的航程换来更多的载弹量 更先进的设备和更少的价格 是相当划算的一笔账 而B2-1重新设计的弹舱则要比B2灵活得多 它不仅能搭载500磅MK82 2000磅MK84在内的多种常规非制导炸弹 也可以使用激光制导炸弹 加大的弹舱配合多用途的弹药挂架 也可以投掷重型钻地炸弹 以及最重要的远程巡航导弹 并且由于更小的体积和更低的设计成本 钻研飞翼70年的诺斯罗普格鲁曼 可以将B2-1的采购价分摊到将近5.5亿美元 比起1996年B2的21.3亿美元的单价 可谓是非常划算了 而且更低的采购价格也允许B2-1机队的损失 这让战略轰炸机从恒温机库中的花瓶 变得更像是能在前线摔打的武器 在发生战争时 B2-1也能在高烈度对抗中迅速补充 直接避免了B2这种打掉一架少一架的尴尬境地 这样综合看下来 讲B2-1是小号B2的言论实际上是不对的 新生的B2-1更像是一架全面加强版本的B2 更结实 更智能 也更致命 当然 如果B2-1仅仅是一架B2的现代化版本 那么它的出现将是毫无新意的 也不值得火力军如此为大家进行剖析 毕竟只是针对B2现有缺陷进行修改 谁上都行 但是B2-1的真正特性 往往就会被掩盖在其无尾翼飞翼布局 和轰炸机的名头上 实际上 在美国空军倡导全机队智能化的当下 B2-1所能承担的任务远远不止简单的投弹 在现代空战中 B2-1反而会在空对空战斗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21世纪的制空拳争夺战中 美国空军提出了一个叫 穿透制空的创新性理念 它的大概意思就是 通过各种用途的机群进行搭配组网 让整个机群对空和对地 有人机和无人机之间实现信息共享 成为一个大的风群 从而可以更好地调配火力 对敌人的防空网进行持续突防和持续打击 迅速穿透对方的防空体系 为几方空中进攻带来优势 而在这个基础上 美军又提出了马赛克站的方法 在以前空中的指挥必须要靠预警机和电子站飞机等 庞大关键而脆弱的辅助飞机才能完成对空站的指挥 而在马赛克站的预想中 每一架在网络中的飞机都是信息处理节点 也都是决策指挥中枢 配合美军开发的无人空战飞机及中程辽机项目 以后可能一架F35就是一个攻击小队 而这个攻击小队又同时接受其他攻击小队的协调和指挥 机群就像乙群一样 即使损失一部分航空气 也绝对不会影响整体的作战 而B21就是在这整个的机群中 起到分离式的战术决策中心和信息中继节点的作用 在外界的普遍猜测中 B21所使用的发动机将为两台F135 这是F35战斗机的同款 比B21的F118单台推力更大 发电量也更优秀 足以支持携带更多设备所产生的额外重量和额外供电需求 当然在穿透式制空的战斗中 B21也并不只可以作为信息节点 或者作为对敌人防空打击的角色 因为有隐身优势 B21还可以前出 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来探究敌人的空情 在指挥无人机继续往前突破的同时 也可以有效引导后方火力 继续撕裂防空网 当然 如果有成员的B21来做这种前出攻击太过危险 B21也可以改装无人版本 把自己也变成无人机 让整个前出机群彻底无人化 来杜绝人员伤亡或者坠机被俘带来的战力损失 这样一来 整个机群的进攻强度就会被拔高一个数量级 即使第一时间无法取得决定性战果 在后续的拉锯中 敌人将会面对仅有数十人加AI就能维持的 之前几百人才能达成的空中攻击 在持续的消耗下 此消彼长 输赢 自不必多说 当然 B21和以前那些庞大而脆弱的辅助飞机最大的不同就是 它不仅仅是穿透式制空的节点 它还是在空中漫游的豪猪 这一切都得益于其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搭载能力 在B21上 APQ181的相控阵雷达 仅仅作为地形跟踪和对地瞄准使用 是一部纯纯翠翠的轰炸机雷达 但是在B21上 有源相控阵雷达 将会为B21获得无与伦比的空战能力 尤其是当其在穿透式制空态势中 处于1.5线的突乾 但不是一线无人机的格斗位置上 这种空战能力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B21是飞翼构型 气动能力极差 但是搭载能力强 所以它不需要冲上去和敌机狗斗 那样太傻 它只需要控制中程辽机 前出和敌人战斗 而自己则静观其变 如果有战机向自己迫近 它就可以发射空空导弹 将其逼退或者击落 而之前如果使用E-3哨兵 被敌机逼近 那就只能贪守等死 而B21的多用途弹舱 不仅可以挂炸弹 挂导弹也是轻轻松松 比如美军最新的AM-260 远程空空导弹 就可以作为B21的可选武器之一 当前方的中程辽机和敌人博弈之时 隐身的B21就可以作为一种空射武器平台 对敌人战机发射绝对数量的空空导弹 从而创造战果打开局面 在马赛克战的思路中 由于数据链的高效应用 AM-260在发射时 B21的雷达并不用开机暴露自身 它可以借助前方无人战机的雷达锁定目标 射击助援将传输至导弹 接着隐身状态的B21就将抛出导弹 在无人战机的雷达导引下 导弹就将击中目标 完成A射B导 敌机将会死得不明不白 而万一B21这个节点被其他五代机发现 它也可以立即转入空对空对抗 在打开自己雷达锁定敌机发射导弹 逼退敌机的同时 引导其他飞机的导弹对敌机进行射击 由于这些飞机有可能处于 比当前位置更高的空域 从后方支援的能量更充足的空空导弹 将更有机会击落突进的敌人五代机 这么来看 与其说B21突袭者是一架轰炸机 不如说它是一架空中多功能武库机 可以即侦察对地打击 空中指挥对空打击为一体的 一种全新战机 正如诺斯罗普格鲁曼所言 这是一架划时代的第六代轰炸机 而非人们讨论的小B2 至于它的作战效能究竟如何 又会有怎样先进的武器被加入其中 这些问题到2025年就都将水落石出 而2025年也会因为人类空战的再次改变 被寄入航空史册 这些东西是一架空战的再次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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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是一架空战的再次改变